TVB全新频道TVB Plus 将于4月22号上午6点正式启播 结合J2台 以及财经体育资讯台的多元内容 推出一系列包括戏剧 综艺 以及体育资讯类的全新节目 TVB Plus拥有跨平台功能 结合三大平台MyTV Super TVB.com以及轮注买 加强和观众的互动 Plus 中文又加东西 没错 其实很想在一个看电视的体验上 我们加多一点东西 这件事是什么 笼统一点说就是一个互动元素 但互动又真的很笼统 包含很多东西 所以最后我还是想做到一件事 就是观众和我们这个台TVB Plus 和我们的节目多一点联系 因为今时今日我觉得看电视 不应该是单向的 应该多一点参与 一个双向才是一个好的娱乐体验 在频道啟播技招上 率先播出各个新节目的精华片段 娱乐众艺方面 重头节目一定是梁思浩主持的 直播零接触 作为香港电视史上首个灵异直播节目 几位主持连出场方式 都灵赦阴心 很多观众都知道我喜欢做一些新的事 而在电视史上能够有一个节目是直播 你又可以找到我 你可以立刻通知我 叫他帮你做什么 是比较少的 是 还有我们整个团队 就是你有什么头云新兴 发觉有些不妥 又或者觉得自己近期没运行 都可以找到我们 平时已经有很多人问你这些事了 我已经有两万多个留言了 我把那两万多个留言移过来 也有时间做 是 这次我们这个组合是超级棒的 这次有两个哥哥带着我 还有最棒的是什么 我知道C浩自己本身收到人 我自己都是道士来收到人 但最棒的是什么 最棒的是Darren 因为Darren其实是一个超级无神论者 其实他很尊重宗教这件事 也很尊重鬼神 但他没有见过 所以他也不太相信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话 就是说是否真的 我觉得这个科技是超级棒 TVB Plus的众艺节目包罗万有 旅游类型的节目 就有《动物心有道》 《台湾蒙蒙的》 《怪叔叔》 《港女惹人其异计》 以及《自然系男子旅行》 Ascar张慈豪 这次就会拍着弟弟张慈杰 齐齐在节目中表演 这次这个《自然系男子组合》 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些真人表演的成分 可能又去一些camping 去一些智力更生 去做一些旅游的东西 是 你们的肌肉已经准备好了 你别针着 你为什么这么害臭 到时的照片都不是这样 先把身体擦过去 在身体上 我应该反惊喜 一个就是大拖 第二个就是 这样 没做这种事吧 我觉得可以想想 还有和饮食相关的沉醉苏格兰 我们家的料理 以及由天气女神黄婉曼 和前新闻主播蔡雪莹等共同主持的 美食新闻报导 我之前很久 很多年前在TVB报天气的时候 是站在那里报天气的 现在终于可以坐定定地报 不过新闻的报导始终是比较正经一点 联盟专家就知道了 专家 对啊 对啊 因为这次这个节目 我们刚才的推荐 好像很正经 但其实我们是中间会有很多chit chat 都会有很多个人经验的分享 还有有时都会搞下get 这次是我第一次的旅游节目 今次欠了给沉醉苏格兰 拍的时候 你知道欧洲地方是很浪漫 总是幻想我自己是冲上云霄里面的 去到欧洲的时候 遇上我的Hotliday 对啊 就觉得很开心了 你们那边是不是都难度高的 其实今次 我完全想象不到 究竟怎样可以drama 和仲偎 就是未吃节目可以fusion得那么自然 但原来看剧本的时候 哎呀 又ok的那个感觉 我是负责吃的 负责煮的主要是sano 还有羊羊 港女惹人奇意记的主持 胡美宜 近日传出她和谢玲玲的儿子拍拖 不过Niko就说 自己现阶段以事业为重 对新戀情表现得相当口密 感情状况是如何 是否与林先生在一起呢 我觉得自己都是事业为重 因为其实我是 我focus这件事是很focus的 所以未来有新节目出 中间现在又在拍剧 刚刚接剧 中间都没看过 自己是否都想低调一点 其实在这方面 其实很多方面都想低调的 哈哈哈哈 是的 我工作都比较低调 都是默默了 自己 大家发现你和Lamante 好像都关注了 大家follow了 好像熟落了很多 是不是 都多朋友的 是的 那大家都是好朋友 都关注了